诸葛亮 诸葛亮的闪光点其实是个空字 而其排兵不正 神迹妙算还在其次 实际上诸葛亮算不上神迹妙算 因为在历史上诸葛亮实际上有很多缺点 比如其不善于带兵打仗 而擅长谋划 司马懿就曾经评价过诸葛亮 多谋而赏绝 如果诸葛亮当一个理政大臣 那是非常合格的 但是做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就擦强人意了 其实从诸葛亮晚年六出七山北伐的举动来看 实在是不太高明 可以说是有些穷兵独武 操之过急 最后不仅是自己病死于武藏人 而且是蜀国唯一的一点国力耗尽 没有多久就被魏国灭掉 但是为啥后人要神化诸葛亮呢 因为诸葛亮身上有中国人最优秀的品质 而且当时诸葛亮的精神颇受人们的钦佩 三国制忠臣兽对诸葛亮也是非常敬重的 正是由于这种敬重 才使得后人愿意诬陷神化诸葛亮 到后来诸葛亮似乎已经不再是人了 而是一个神 鲁迅先生就评价罗冠中的三国演义 称撞诸葛亮之多志 而近似妖 诸葛亮为蜀汉帝国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其忠诚无人可比 当时诸葛亮去世之后 蜀汉帝国全国哀痛 后主流产也悲痛不已 那么诸葛亮死后葬在什么地方呢 据说葬在定军山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面写 当年诸葛亮曾经留下一言 要亲眼看着蜀汉军队收复中原 可惜诸葛亮始终没有完成最后的心愿 诸葛亮墓葬 为啥当时没有葬在成都呢 是因为当时蜀汉军队内部存在很多的矛盾 由于山路艰险 零九运送不别 所以才就进安葬 当然 很多人对定军山诸葛亮坟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认为定军山上的诸葛亮墓只是一 最义观者而已 因为毕竟离魏国太近 而诸葛亮一生与魏国是不两地 万一魏国攻占此地 那么诸葛亮墓就非常危险了 当然这只是后人的猜测而已 其实除了定军山有诸葛亮的陵墓 两阳也有诸葛亮的坟墓 据说当年流产派人去围诸葛亮送葬 四人抬着诸葛亮的棺果 一直向南走 流产命令他们不准回头 如果绳子断了 则对成像磕头 将其就地安葬 如果绳子不断 那么就一直向南走 不许停下 后来四人实在是勒个够呛 以伤了 直接剪断绳子 就地将诸葛亮掩埋 回去复命的 后来流产派人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非常愤怒 于是就派人杀了四个人的全家 自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诸葛亮的葬身之处了 一代名想诸葛亮的身后事 也就成了一个至今未解开的谜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